发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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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好奇 多了一个屁股 会不会比这个隔壁的 worrying do 一寸的这个 Iris Active 还快呢? 真的很好奇 Lunny 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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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机会 哇 这么 Iris 手量快的啊 好像有机会啊 开始越来越远了 越来越远了 Oh My God 从刚才这个 0-100 的加速影片 大家可以看得出这个 Iris 其实是快一点的 所以它比较运动化一点 而事实上原厂给它的定位确实也是瞄准年轻人运动化的这个市场 而在这个 MC3 的车型上面 它们还增加了这个 Active 的版本 看起来有种 crossover 的感觉 更适合户外运动 对不对 而今天的影片我们主要讲的是 这个旧的 Iris 跟这个新的 Iris 它们有什么差别 如果你对这个新的 Iris 有兴趣的话 那么这一期的影片你千万不要错过啦 在这个车头的水箱护照设计方面 Iris 更新了三次 也换了三次不同的设计 首先 2014 年跟 2017 年的 MC1 车型 采用了 Proton 的前代家族设计 Proton Wind 而在 2019 年的时候 它因为是这个小改款 比较大的小改款车型 所以它们在上面更换了全新的水箱护照设计 并且融入了新的家族元素 它们叫做无线编织 Infinity Wave 可是它和 Persona 的设计不一样 它在水箱护照设计上面 融入了一个镀铬的材质 官方将它称为工的元素 而在这个 2022 年的小改款上面 我们终于看到它和 Persona 采用了一样的设计风格 我个人觉得这一个无线编织的水箱护照 其实更好看也更适合 Iris 恭喜 Proton 终于有一个比较好看的甲族设计了 在这个第三次的升级版上面 我们终于看到 Iris 有了 LED 头灯组 虽然它比它的对手落后了几年 但是这是 Proton 第一次在中低端的车型上面 放入这个 LED 头灯组 我觉得是一个进步 但是 这一个只有顶级版本才会有 如果你是买到 Executive 或者是 Standard 版本的话 它同样的还是 Halogen 的灯泡 和这个 2014 年第一帮的车型还有 2017 年的 MC1 相比 它少了这个 Projector 的配置 我个人是觉得有 Projector 其实会美观一点 但是这个新的头灯组有了 LED 我觉得是多少弥补了一点这个不足 大家觉得有 Projector 的 Halogen 好看还是这个 LED 但是没有 Halogen 的设计好看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在轮圈的设计方面 不管是 2014 年的 Iris 或者是 2017 年的 Iris MC1 或者是 2019 年的 Iris MC2 他们采用的轮胎尺寸都只有两种 一个是 14 吋 一个是 15 吋 而这个 15 吋的轮圈 感觉还是太小 所以视觉效果上面并不是那么好 在这个 2022 年的 MC3 上面 他们终于更换了这个 16 吋的轮圈 看起来更为饱满对不对? 这个也是 2022 年的 Iris 跟旧的 Iris 最大的差别 在外观上面 两款车的最后一个差别就是 这个是普通的 Hatchback 版本 这个是 Crossover 版本 大家可以从镜头看到 其实这个新的 Iris 车身高度会稍微高了一些 因为它是 Crossover 的版本 所以厂方不只是给你这个很大的防刮材质而已 车身高度真的是有高了一些 可是实际上这个车身高度对于操控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这个之后我们会讲到 在镜头前面的各位喜欢这个普通的先背版本 还是这个 Crossover 的版本呢? 欢迎你们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哦 新的 Iris 跟旧的 Iris 在外观上面的改进可能没有那么大 但是如果你来到了内装之后 你会觉得 WOW 首先就是这个 Steering 这个 Steering 的质感好了很多 虽然一样有皮革一样有透气皮 可是它这边更新了一点点设计 然后加上了红色的车风线还有这个红色的四条 加上这个 Piano Break 让这个 Steering 看起来很有质感 尤其是跟以前的相比 老实说以前的还是有一点点 嗯 接下来有一个很吸引年轻人的重点 就是这一个 红色的这个安全带 乍看之下很有 AMG 的感觉 但是一顿操作猛如虎 一看引擎 因为我本身自己也是开 Iris 而且开了六年 所以我发现 Iris 在内装上面的布局很多地方都不理想 这个 2020 年的版本相比旧的 我很庆幸 我很开心看到很多的改变 首先是这个 符合潮流趋势的这个独立式的触屏主机 原本 Iris 的主机是放置在这个位置 但是它现在让它凸起来 使用上面会比较顺手一点点 而且这个内建的系统 比起任何一次更新改良版的 Iris 更加顺畅 重点是这一次这个 High Proton 系统不是花瓶而已 它可以让你控制这个电动窗 可以让你控制冷气 差不多已经接近了这个 S50 跟 S70 的水准 接下来就是这个冷气的控制面板这边 旧款的 Iris 采用的是三个 圆形的 Analog 设计 看起来其实不差 但是就少了一点点科技感 或许是为了配合这个 High Proton 系统 它们终于更换成了这个电子控制式的 这个旋钮转动起来质感不错 显示效果也还好 但是就是这个按键有一点松动 不过我个人觉得 跟旧款的相比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再往下的话 原本旧款的只有一个 USB 这里变成三个 而旧款的 Iris 车型啊 全车只有三个 USB 但是到了这个新款的 Iris 就变成了六个 一个在这边 三个在这边 两个在后面 而且它上面还多了一个置物空间 可以让你放手机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改进 我们接下来再往下看 这边三个按键分别是这个 停车雷达 ESC 还有这个 Eco Button 它有 Eco 模式 再也不像之前的 Iris 只有这个 Eco 显示灯 让你知道你现在开车是很节油的模式 但是实际上对于节油是没有太大的帮助 可是这一次它真的有了这个 Eco 模式 在整个排档杆 置物空间 跟这个 手刹车的这个布局上面啊 这一次也做了很大的改进 如果大家是开旧款的 Iris 或者是 Persona 应该会发现 这个排档杆的基座 变高了 所以你在开车的时候 你要换挡整个动作是更为流畅的 这一个要加分 旧的车型太低了 所以有时候你换挡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不顺手 再来就是这个 置物空间的大大家乡 旧款的车型只有两个浅浅的自备价 但是这边真的是变大变深了 所以你要放手机啊 放钥匙啊 都非常的方便 重点是官方终于给你的这个 中央扶手 所以你在开长途的时候 可以开得很协议 而且中央扶手 还有一个置物空间 可以让你放些零钱啊 等等的东西 我真的觉得这个内装 相比起旧款 改进很多也加分很多 大家怎么看呢 在这辆车发布的时候 Proton的工程师一直在强调 它的这个CVT有很大的改进 但是引擎没有什么变化 那个CVT有什么改进 首先官方讲它有SAT Mode 就跟以前这个Saga FLX一样 但是它的SAT Mode是没有开关的 这个SST Mode也就是这个模拟换挡啊 老实话在市区驾驶的时候 这个SST Mode的感觉并不是很明显 我觉得整体来讲它是顺畅的 比起2019年的还要顺畅很多 这个是这一次2022年Iris最大的改进之处 它的顿挫感少了很多 因为以前不管是2014 2017 还是2019的Proton Iris 如果你在市区驾驶的话 它的那个CVT走走停停顿挫感很明显 会让人很不舒服 可是这一次我驾了两三天 我就觉得它的这个走走停停的时候 已经很少有当时那种的顺畅感 还是有但是很少了 所以在市区驾驶的时候会舒服很多 我觉得CVT的改进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进步 我之前在2019年的这个Proton Iris的试驾的时候 我讲过如果说这个日本厂商的CVT 像是Vios跟City 它们的分数如果是80分或者85分的话 那么Iris就是70分 可是到了这个2022年 我觉得它可以拿到75分 跟日本的相比还是有差距 但是已经进步了很多 终于比较让人可以接受了 至于这个悬吊 因为这台车本身定位是像我这种年轻人 或者是单身购 所以它的悬吊设定的比较弹跳一点 如果你是在达慢路或者是路况不好的地方 走走停停的话 你会觉得这个悬吊是比较弹跳的 尤其是现在我在做City Drive的时候 真的会感觉这个弹跳是比较明显的 会稍微一点点影响到舒适 但是并不是很严重 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而且这边我要讲哦 这个Iris Active它的车身高度 会比起普通版本的Iris高一点 可是实际上开起来它的操控表现 并没有因为这个车身高度变高而有影响 我觉得整体开起来的感受 跟我的这个2015年的Iris 是差不多的 所以这一点 它还是保留了这个Proton Ride & Handling的特性 只是比较可惜的是 但是如果是在路口的时候 这个City的Delay还是比较明显一点 就是说 你可能踩下油门过后 它要半秒过后 那个动力才会来 所以你在开这辆车的时候 你在出路口的时候 你自己觉得阿嘎一下 这个油门你几时要踩 你要拿捏它们的司机 不然的话 你会feel到这个Delay很严重 然后出路口的时候 你可能会担心一下下 再来还有一点要提及 也是关于这个变速箱啦 就是原本的L变成了S 一开始我们以为是Sport Mode 但是其实不是 它跟这个之前的L的功用是一样的 当然你换去这个L挡过后 动力会有一点增强 然后它主要还是在你 如果从云顶下来的时候 你拉去这个S挡 它会有这个Engine Braking的功能 我觉得这个功能 如果是你时常上下云顶的话 还是蛮实用的 我之前上云顶的时候 我也是有用过这个功能 我觉得还不错 结束了市区驾驶的环节 我们来试试这个高速公路 所以从Proton的总部 把这台车拿回来的时候 我就感受到了一些它的特性 在发布会的时候 Proton一直有宣称 这个车的隔音有再加强 这个是感受得到 可是没有很明显 不过很可惜的是 这个CVT 在你拉高转速的时候 还是会很吵 不过整体来讲 它的隔音表现 跟2019年的版本相比 还是有一点进步的 刚才我有讲到这个SFT Mode 在市区驾驶的时候 感受不是很明显 可是在高速公路驾驶的时候 你就会很明显 可以感受到那个 进挡退挡的感觉 尤其是在你超车的时候 你拉高转速 它会真正模拟 像是这个自排变速箱一样 到了一定的转速 它会进挡 然后转速降低 那感觉还蛮真实 这个我有点surprise 因为我有开过以前FLX的SFT 那个SFT真的有一点点噩梦 但是这个SFT我觉得还不错 可是这个车辆的引擎动力 如果对比2019年 我觉得是有一点点退步 它变得比较软 尾力没有那么足够 如果是2019年的版本的话 你身踩油门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个1.6的引擎动力 还是很澎湃的 可是在这一个2022年的版本 它就会感觉到这个动力储备不是很足够 会有一点点软 会有这样的改变可能是因为SFT的加入 又或者是原厂估计到油耗 好了 现在前面有一段空路 我们来试试这个SFT的声音有多吵 OK 3 2 1 听到吗这个SFT的声音就是那么吵 不过 这台车还是保留了很浓厚 Proton Ride and Handring 的感觉 它的稳定性还是非常的好 就好像我在高速公路行驶 大概是90、100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个稳定度很接近OC车的感觉 跟这个同价位的同级对手相比的话 它的稳定性也好的很多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会推荐 就是时常开长途的朋友选择这辆车 然后除此之外 它的这个SFT的转向还是非常非常的精准 这个真的是我们熟悉 然后又喜欢的Proton 操控真的是它的强项 虽然说这台车也是Active版本 然后车身高度有稍微增高了一些 可是开起来真的是跟我的2013年的Hatchback版本相比 没有太大的差别 你还是可以很Enjoy的去享受它的这个Ride and Handring 然后享受这种驾驭的感受 这个是Proton自己本身的血统是没有人可以代替的 这个给Proton的工程师一个赞 最后一点我要讲的 其实跟这个驾驶管受没有太大的差别 就是这个触屏主机 这个触屏主机 看起来这个界面设计比起之前的版本好很多 体验也很顺畅 但是亮度不足够 反光很明显 在大白天的时候 然后你开车 这个萤幕基本上是看不太清楚的 很多反光啊 不然就亮度不足够你看不到 这个是需要改良的地方 真的很需要 不然的话在大白天 就算你用Reverse Cam都好 你都是看不清楚 所以Proton这个是我的建议啊 你们可能要多注意一下这个亮度的问题 好啦 这个就是我对这个2022 Proton Iris Active 的 简短试驾心得 作为一个老Iris的车主 我对这次的升级有什么感觉呢 我觉得这个2022年的版本 更像是2019年的一个Refy版本 而且它新增加了一些配备 例如说这个LED的头灯组 例如说全新的触屏主机 我个人觉得这辆车的内装提升是最有感的 因为那个红色的四边啊 那个真的很帅气 而且红色的安全带 真的会让我有一种在开AMG的感觉 所以它真的非常符合年轻人 可是实际上它和2019年的动态表现没有相差太远 只是在这个变速箱上面 更加柔顺一些 顿挫感减少了一点 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不同之处啦 然后我在这边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我相信应该会有人在考虑 这辆车跟Myvi 要怎么选 如果说今天你是一个以市区驾驶居多的人的话 我觉得Myvi 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如果说你是一个时常进行长途驾驶的朋友的话 那么Iris 还是比较适合你 虽然说它在市区开也蛮灵活 但是和Myvi 相比还是有一点的差距 不过它在高速公路的行驶稳定性 就比起Myvi 好很多了 所以这台车跟Myvi 它的定位是很清晰的 一个是城市小车 一个是可以让你在高速行驶非常稳定 而且有一定驾驶乐趣的车子 这样子说的话 大家是不是就很清楚应该选什么车了呢? 至于值不值得买 我建议各位自己去展示中心试驾一下 你就会知道这台车是不是你的菜了 给我来说我对这台车还算是满意的 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 如果大家要去展示清试车 记得展日听目前只接待 已经完整接种疫苗的朋友哦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视频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一期的内容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